非要经常养 大笑不缺养 欢迎收看由宇宙养飞老字号 京都念慈安独家冠邻的脱口秀大会 我是一个不太会拒绝别人的人 这一点也让我非常的焦虑 我总会被人要求拍一些 这个祝福视频 就是VCR 今天恭喜开业 生意兴隆 谁结婚了 谁孩子满月了 天天路特别烦 我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像胡歌 像杨幂这样的艺人 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 因为别人会不好意思找他们开口 因为他们太大咖 那比我名气小的 也不会有人找 因为录了也没什么用 就比如今天现场的各位小咖 那像我这种咖 是最尴尬的咖 不是大咖 也不是小咖 是一个礼拜录十几个VCR的V咖 每天拿个手机 在这边拍自导自己 哈喽大家好 我是Alan苏醒 希望你一切顺利 要开心要升一心咯 特别难过 然后有一次我朋友都看到了 很伤心 就是眼角带泪 站在一旁 跟身边的朋友说 别怪苏醒 他可能太怀念 出现在镜头前的日子 全国首当最权威脱口秀高手 对战节目脱口秀大会 8月11日起 每周午晚8点 报效开战